其一端气候冲击世界各地 让民众叫苦连天 暴雨轰炸巴基斯坦雷电交加 甚至还有28人遭雷击身亡 无情大雨也横扫阿富汗 让居民的栖身之所毁于一旦 白色休旅车抛锚 卡在泥水中 六个人同心协力 使劲把车子推到岸边 暴雨轰炸巴基斯坦 甚至有28人遭雷击身亡 连外道路遭豪雨冲刷 柔长寸断 面目全非 无法同行 民众束手无策 只能在岸边徘徊 镜头转到阿富汗 放眼望去也是一片汪洋 无情大雨横扫各地 短短三天内造成30多人死亡 棋身之处毁于一旦 民众一脸无奈 一片狼藉中拿起铲子 试图重建家园 但灾后重建千头万去 急需外援 另外阿拉伯半岛东部的阿曼 也南逃暴雨袭击 上红爆发肆虐社区民宅 汽车狼狈地堆在一起 极端气候冲击世界各地 民众苦不堪言 综合报导